公元前221年 他终结了战国时代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奠定了中华版图的基本格局 更创立了一套 影响东亚2000年之久的 社会治理体系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最具争议的皇帝 在人们的心目中 他是一位贪婪无情的暴君 他帝奏的那个时代是灰暗的 果真如此吗 一座陵墓将秦始皇 以及那个时代 深深地隐藏在厚厚的皇土下 但他的治国里面 以及所开创的法治文明 却对中国古代社会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千百年来 人们从未停下 对秦始皇以及秦文明的探索 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 究竟隐藏了多少 破解历史谜题的线索呢 十年的秦陵卡古经历 但我有幸成为 最靠近那段历史记忆的人 希望能通过 对这些卡古资料的解读 为你揭开 蕴藏在秦陵地下的 一个一个的历史谜团 告诉你一个 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秦始皇帝 两千多年来 人们对于秦始皇陵地宫 一直有种种猜测 有人说秦始皇的安息之地 并不在秦陵风土的下面 而在风土南侧的离山深处 甚至有人说秦始皇光国 会随着地宫水淫而流动 神秘莫测的秦陵地宫 在司马迁的笔下 也留下了简略 而令人惊叹的记载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 地宫内以水淫为百川 江河大海 藏满奇奇珍怪 那么真正的地宫 究竟在不在秦陵风土之下呢 司马迁关于秦陵地宫的描述 是否确凿 2002年 科研人员和考古工作者 用摇杆以及雾探技术 揭开了营绕在秦陵地宫之上的 千古谜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秦陵陈峰的帝国 第四集 地宫谈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呢 我们谈到了秦陵地宫里边 埋藏有大量水银 是用来仿照百川江河湖海的 能容纳下百川江河大海的地宫 它接近有多大 它埋藏有多深 它的结构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 安芳秦始皇尸体的地宫在哪里 在我港主持秦陵考古工作的时候 听当地的老百姓 神神明明地传言 说呢 地宫不在风土的下面 而在哪里呢 在南侧临山的下面 那里呢 和地宫之间 有一条地下通道连起来的 每当阴雨天的时候啊 地宫里边就会有一些 阴兵从这个地道通过 骏马四名 轰轰烈烈 还有人说 风土堆下的地宫呢 是一座大殿式的建筑 上面悬挂了一口巨大的金钟 大殿的四个角色呢 还挂着四个硕大的金灵 装载着秦始皇尸体的官国 随着流动的水银 周尔夫使得就从离山深处 往返于大殿 来到大殿之后呢 撞击大殿的金钟 就能发出 悦耳的金鱼之声 看来越是神秘 越是不合常态 就越容易激发人们的好奇心 有一本文献叫汉旧仪 是东汉人写的 那这里边呢 记得了很多秦和西汉的一些事 书里就提到 当时呢 担任丞相的李斯 在向秦始皇汇报 领悟见识的情况时说 意思是说了 我带了72万人 去修建离山的灵物 可能是遇到了巨大的岩石了吧 挖也挖不动 烧也烧不着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李斯的报告呢 其实是向皇帝申请 修改设计方案 既然在这个地方 已经无法继续施工了 于是秦始皇就下令 旁行三百丈乃指 也就是说 将地宫的位置 向旁边移了三百丈 就是将近七百米的距离 也就是因为这段文献 才有了地宫不在风土的下面 地下有条通道 连接着牧师和离山 以及阴丁等等的这些传说 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长期以来 关于秦林地宫的很多的认识 几乎全是猜测出来的 在没有发觉之前 虽然呢 我们可以按照先秦的 西汉的领目结构 以及相关的执事储备 对秦始皇陵的地宫呢 有所推测 但我的同行们 几乎都不太相信这些推测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经验 我们对一切考古移层 在进行调查发掘之前 对地下的情况呢 心中多少是有些预设的 而且也大致差不多 但秦始皇陵考古是个例外 许多次的考古发掘经验 告诉我们 面对秦陵的考古 我们无法预测 因为发掘的结果 往往出乎我们的预料 秦陵有地宫 并且地宫位于风土堆下的认识 仅是依据文献资料 考古背景资料所做的 一种看似合乎逻辑的推论 但这一推论 无法回答人们 依据汉旧仪的记载 提出的地宫旁行三百丈 不在风土堆下的疑问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2002年 科研和考古工作者们 通过摇杆技术物理探查 和考古勘探结合 终于揭开了地宫的神秘面纱 在863项目开展之前 我们曾对秦始皇陵的风土呢 做过一些初步的考古勘探工作 就是用一种称作为洛阳产的工具 来探测地下文物遗存的大小 深度以及他们的形态 但是呢 因为秦陵风土地表以上 高度达50多米 它的体量非常大 埋藏也很深 更麻烦的是呢 风土里边呢 夹杂着大小石块呢 非常多 我们用来钻探的工具 就是这种洛阳产 它的口径小 木高短 勘探的能力 和能达到的深度 是非常有限的 什么是乌碳呢 就是物理探查 利用地球物理的基础 对陵木进行全方位的勘查 经过乌碳考古和洛阳产的验证之后 新的发像让我们惊喜连连 地球就在风土的下面 后来我们又对风土南侧 由东到西进行了物碳探查 没有发现所谓的地下空洞 或者是通道 地球和林善之间 并没有发现地下通道 那么传说中的阴影 也就知能是子虚无有了 既然如此 那地球的规模呢 地球到底有多深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过去呢 曾有人推断五十米 也有人说五百米 甚至有一位外国的专家说 达到一千五百米 通过这次科学的探查 我们知道地球的底部 在现在的地表以下三十米出 即使这三十米的深度 也相当于十层楼这么高 这个深度呢 是符合这一时期 帝王岭目规格的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秦始皇的祖陵 就是在陕西凤乡 有一个陵区 那里有一个秦宫大墓 就是春秋时期的秦景宫 他的岭目的深度是二十四米 再往后 到了战国晚期 埋葬着秦始皇的太爷爷 他的爷爷 他父亲的秦东陵 岭目的深度呢 是二十六米 那由此来看呢 秦陵地宫呢 三十米这个深度呢 也就显得正常了 只不过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地宫并不是像过去 我们知道的那样 是用木头搭建起来的 黄肠提凑式的 它是用石块砌尘的 四周和顶部 都是巨大的青石板 我们用洛阳铲勘探石 在地宫的顶部 在东墨道的顶部 都探测到了青石板 发出哐哐哐 清脆的声音 地宫是用 经过加工的石板建造的 帝王领悟的墓石是石石墓 这是中国古代前所未见的 一种新型墓葬形式 用木头搭建起来的 黄肠提凑式墓石 多建于战国到秦汉时期 王室贵族的墓葬 与之相比 秦始皇的地宫 果然不同方向 是由石块和青石板 搭建而成的石式墓 这种前所未有的墓葬形式 似乎预示着秦始皇陵地宫 在规模 内容 埋葬品等方面的绝世独立 那么随着考古勘探的深入 又会有哪些 意想不到的发现呢 过去我们认为 秦陵地宫的开口是方形的 它的尺寸是长和宽 都是345米左右 经过这次勘探 我们知道了秦陵地宫 地面的开口是 长170米 宽145米 秦陵地宫表面的尺寸 超过了我们今天的一个 标准租球场的面积 而牧师的底部 东西场80米 南北宽50米 也就是4000平方米 4000平方米有多大呢 10个标准篮球场 地宫的空间高度有多高呢 15米 5层楼高 和牧藏等级 关联度最高的是 木刀的宽窄和数量的多少 像秦日皇这样的一位千古一帝 他的木刀的数量 按照理质来讲 至少是4条 但是呢 经过乌探和考古的勘探确认 秦人只有东西的两条木刀 东木刀比西木刀更长也更宽 基本可以说明 东木刀就是主木刀 南北的两侧没有发现木刀 秦神皇陵的东木刀呢 是有三道门的 因为文献中说呢 埋葬秦神皇的时候呢 是壁中县下外县门 县呢 就是木刀的意思 既然提到了中门 外门 那肯定是有内门的 秦神皇陵 木刀的结构呢 是石板覆盖顶部的 地下隧道时的结构 摇杆与雾探等 一系列详细的科学勘探 证实了秦陵正是位于风土堆下 秦陵地宫的底部 在地下三十米处 深度大约相当于十层楼 然而这个深度 与陵园区域地下水位的深度相当 这意味着 大量的地下水将威胁着地宫的安危 一旦地下水进入墓室 整个地宫很可能被泡在水里 然而雾探成果表明 历经两千多年的地宫 处于干燥环境 安然无恙 这又是为什么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秦陵陈锋的帝国 第四集 地宫探历 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 地宫中的一些问题 我们已经破解了 首先 我们来看一看 在地宫建设过程中的第一件事 川三泉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史皇出击位 川治离山 疾病天下 天下徒送医七十余万人 川三泉 下故三而治国 川就是开挖的意思 过去我们不知道川三泉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们在风土的外围 尤其是在南侧进行勘探时 发现地下从四十米处以上 总共有薄厚不同的六层的沙层 其中的三层比较厚 这几层是绿水层 也就是说 来自于离山方向的地下水 就是通过这些比较厚的三层沙层 来到秦陵地宫附近的 这三层的绿水层 也正是文县上所说的三泉 地宫修建过程的头一道难题 就是在下挖过程中 在不同的深度 遇到源源不断的地下水 怎么解决呢 尤其是在两千多年前 在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秦朝 他们能不能做到呢 秦代的科学家们 工匠们做到了 这些工匠们呢 建造了一套非常完整的 地下组排水系统 让所有的难题呢 都迎然而解 也让全世界所有的工程专家 都叹为观止 这个办法在文献中 曾经提到过 汉书甲山传里边说 秦陵修建时有一个工程项目呢 叫下固三泉 汉旧仪中说 叫固泉水绝之 什么是下固三泉呢 这又是一项 怎么样的旷骨骑作呢 川三泉和下固三泉 是一项大工程项目的 前后两个阶段 它目的是解决地下来水 影响地工问题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当时人们通过在地工 东南来水的方向 横向地开挖水渠 将地下水引导到水渠 然后再排到西北 比较低的地方去 这个走排水工程长度呢 超过一公里 走排水渠呢 位秦陵地工的东侧 南侧和西侧 它可以将来自地工 东南侧的地下水 源源不断地排走 当水渠的深度 超过地工的深度的时候 能保证外围的来水 就从此不再会进入地工时 便将水渠呢 用一种枝地 非常细密的青糕泥 填埋起来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 下固酸钳 用密封性好的土壤 一层一层地夯住起来 这就相当于在地工的东侧 南侧西侧 也正是地下水的来水方向 修建了一层 高达四十米的水泥大坝 两千多年过去了 这个工程 师傅还仍然在起到 保护前陵地工的作用呢 本世纪初的乌炭考古时 我们发现 前陵地工 现在仍然处在 相对干燥的环境中 而和它同样深度的 地工的外侧呢 却是完全保水的状态 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了 川三泉和下固三泉 这前后两道的工序 才有力地保证了 前陵地工的安全 这个建筑防水工程的 设计思想 直到今天 还仍然在使用着 我们北京长安大街上 有一座巨型的标志型的建筑 就是国家大剧院 据说呢 当年当地基挖到 四十米深的时候 和秦仁地工的水渠差不多 来自于东南方向 也就是人民大会堂 方向地下水呢 源源不断地进来了 使得国家大剧院的地基 出现了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采取的补救方法 就是在地基的周围 修建了一圈水泥墙 把地下水阻挡住 这个技术和理念 和秦氏皇陵 左排水系统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秦仁地工 我们还有一个 不可思议的发现 那就是东西跨度 五十米的地工顶部 是用一块一块的 青石板搭建而成的 用一块块的青石 使用拱圈的技术 形成不同跨度的桥梁 来解决跨度的问题 在今天不是什么难题 保留在今天的赵州桥 很精彩地宣示了 中国古代的造桥技术 可是呢 在更早的阶段 在早于水代八百年的时候 秦氏皇陵 五十米的地工跨度问题 是怎么解决呢 这些大石块 又是来自哪里呢 后来我们对秦陵地区 发现的这些石材 进行了科学的检测 确认 这些石材 它和离秦陵 六十米十公里以外的 魏北一带山上的石会岩 相同 近代人的攀岳呢 在关中纪里边 对秦陵建设时的彩石活动呢 是这样说的 离山无此大石 运去魏北筑山 就是说 离山的附近呢 是没有这样大的石头的 他们呢 都是从魏北那些山里 开采来的 按照秦陵的这个规模 那彩石的工程量 肯定是非常浩大的 而同时期的文献 有本叫博物志中 也说 运石干圈口 为谁为不留 千人畅万人相钩 这些运石的队伍 通过魏河时 千万人同声 吆喝着老洞的耗子 规模大的时候呢 竟然把魏河都堵住了 秦陵地宫 是放置秦始皇官果 和主要随葬物品的空间 也是整个秦始皇帝 人员最为重要 最为神秘的部分 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地 秦始皇为自己的地宫内部 做了怎样的设计 按照司马迁的描述 秦始皇把大秦帝国的版图 都放入了地宫 那么尚未发掘的秦陵地宫里面 到底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秦陵 陈锋的帝国 第四集 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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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司马迁的描写中 还有一个让我们十分感到 惊奇 差异的事情 就是上句天文 下句地理的这句话了 这应该是指 在秦陵地宫的顶部 装饰有模拟天文形象的图画 在地面上呢 有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地理模型 除了我们之前谈到的水银江河 地宫的顶部呢 可能绘制了一张大大的二十八星宿图 科学探测已经印证了秦陵地宫中有水银 而且数量惊人 这符合以水银为百川江河湖海的文献记载 那么在秦陵地宫底部 是否真的如司马迁记载 装饰有天文星象图 当时秦人对天文星象的认知达到怎样的水平了呢 二十八星宿呢 是古代汉族的天文学家 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 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丘 用来说明他们运行的位置 这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 考古资料显示 在战国的初年 河北曾侯以墓的七乡上面 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星宿的名称 在秦统一前 吕诗春秋也有二十八星宿的具体名称和方位的记载 那么在秦代 二十八星宿对应的四象 四神 四寿 四维 也应运而生 所以呢 秦陵地宫顶部 完全可能有 比较精确的天文形象图 考古工作中 有没有发现这些形象图呢 有 在1987年 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座西汉的墓葬里边 在墓室的顶部呢 就绘制了形象图 这二十八星宿分为东西南北四组 分别呢 与四象相对应 虽然呢 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秦陵地宫的兴修图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们长寿的汉城秦制 那基本上反映了秦汉文化的相似性 所以呢 秦陵地宫的兴修图和西汉时期的应该相差不大 穿三拳 下骨三拳 秦陵祖排水系统 十四目的考古发现 我们惊叹之中呢 也深刻地感受到秦人超凡的智慧 而公关百官 上聚天文 下聚地理的奇特景象 掐入其分地表现出了一位帝王 新系国家的个人理想 秦陵地宫的结构是独特的 秦陵的地宫是神秘的 在这神秘的地宫里边 会埋葬着什么样的宝贝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南部服务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度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 难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